狐狸爸爸笑了恭喜打野猪 米娅翻译 希望这个视频在跳起书籍学习近书籍帐助 有一天狐狸爸爸笑嘻嘻的说 我现在要出门去抓小猪 今天会有非常好吃的猪肉大餐哟 小狐狸们都开心极了 亲爱的加油 我们等你回来 狐狸妈妈也非常高兴 路上小心啊 爸爸你要早点回来哟 听见狐狸妈妈和孩子们在后头叮咛 狐狸爸爸信心满满的说 放心 我会抓一堆猪回来的 狐狸爸爸翻山越岭 终于又来到了小猪居住的地方 那些那些是远处那些是小猪是吗 我天哪 那开拷牢猪来了 狐狸爸爸翻山越岭 终于来到了小猪们居住的地方 他从山丘上服侍着小猪镇 说哇 可口的猪肉就从红屋顶那家的小猪开始下手吧 嘻嘻嘻 狐狸爸爸咕噜一声 咽了口水走下山丘 狐狸会偷小猪吃吗 他打得过猪吗 我也不知道 所以他只能抓小小猪 啊 是吧 嗯 不知道 哎呦哎呦 眼前的这只小猪正卖力的往树上爬 天哪 日本是不是没有这个猪能上树的这个 那什么什么人靠得住 什么猪能上树 啊 算了 跳过 狐狸爸爸悄悄的悄悄的往小猪的身后靠了过去 正想一口咬下去 没想到 被告是假的 大叔 你怎么站在那里发呆啊 快来推我一把 等我摘到苹果会分给你一些的 快过来 这个墊上的小猪从来没见过狐狸 狐狸爸爸想都没想就大双的回答 没问题 就这样 狐狸爸爸和小猪摘了好栋栋栋栋栋栋的苹果 真好吃啊 真栋栋栋栋好吃 不过 大叔 你刚才本来想做什么呀 被小猪这么一问 狐狸爸爸又想都没想就回答 我我我我是来摘苹果的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那你把这些苹果带回去吧 大叔 以后我们还要一起摘苹果哟 你走前听见小猪这么说 狐狸爸爸开心的回答 谢谢你 抱着苹果走在路上 狐狸爸爸心里想 嗯怎么会这样呢 哎呀算了 我就去抓蓝屋顶那家的小猪 嘿嘿嘿嘿嘿 哗啦哗啦 那家的小猪仗在浇花 狐狸爸爸悄悄的悄悄的 往小猪的身后靠了过去 正想一口咬下去 没想到 大叔你在干什么呀 嗯我在那撒花的种子 你不能进去 狐狸爸爸想都没想到 就大声的回答 对不起 我这狼狐狸 狐狸好有教养 嗯就这样 狐狸爸爸和小猪一起交会 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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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大叔 你刚才本来想做什么呀 被小猪这么一问 狐狸爸爸又想 想都没想 你就回答 我我我我是来赏花的 哈哈哈哈 嗯原来如此 那你把这盆花带回去吧 大叔 以后我们还要一起交花哟 你走前 听见小猪这么说 狐狸爸爸开心的回答 谢谢你 抱着苹果和花 走在路上 狐狸爸爸心想 嗯怎么会这样 哎呀算了 我就去抓 黄五顶那家的小猪 嘿嘿嘿 小猪正在游棋屋顶 狐狸爸爸悄悄的 悄悄的 往小猪的身后 靠了过去 正想一口咬下去 没想到 大叔那里的游棋还没干透呢 啊 狐狸爸爸脚下一滑踩空了 直接摔了下去 哇 大叔 大叔 你还好吗 都怪我喊的太大声了 大叔 嗯 嗯 你被吓了一跳 嗯 才掉下去的吧 对不起 小猪轻轻的为火力爸爸摸药 小猪柔柔的为火力爸爸包扎 不过大叔 你为什么要爬到屋顶上去呢 被小猪这么一问 狐狸爸爸想都没想的回答 你以为我想和你交朋友啊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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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狐狸爸爸起身走路 嗯 大叔 你就在这儿 待到腿伤玩就好了吧 小猪一脸担忧的说 没事没事 狐狸爸爸开心的回答 然后他挥挥手 我小嘻嘻地说 谢谢你 回向他路上 狐狸爸爸慢慢走着 他看着苹果 小了 看看那盆花 小了 看看手上的那条腿上的绷带 小了 他小啊小啊小了 哎呀 他只是想做一个好人 我觉得这里边 所有狼猪想做一条猪 狐狸爸爸一回到家 狐狸妈妈和小狐狸们就问他 好吃的小猪在哪里 狐狸爸爸笑了 跟他们说了苹果的事 又说了花的事 还说了绷带的事 然后狐狸爸爸笑嘻嘻地说 那些善良的小猪 我们哪吃得下去 希望 希望真的善待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能善待每个人 不要再 希望很多人从家开始 日子见证 随时善待的 就是一块开始 也从教育开始 Peace